和长人生 道琴法爱 朗读者 罗逸诗 言教 今早起来要去西康宾馆 和中国佛教协会会长 赵普老见面谈话 并且赴五宴 赵会长实在是一位 佛教界的长者大德 他为了佛教 可以说是舍身舍命 这一次 一八十八岁的高龄 特地从北京赶到南京来 我到达时 他早已在门口等待迎接 当我们行礼 和紧紧握手的时候 我深深体会到 这个老人家的慈心和热忱 普老是一位诗词书法家 在大陆 他的题词 题诗 题字 随处可见 他最乐于为寺庙到场书写 却不曾经过他为商店 书写过任何招牌 普老知道 我教他的一幅字 在台湾为筹建佛光大学 义卖得款五十六万 非常高兴 现在他又送给我一首 《义江南》 由诗中可以看得出 他那卓越不凡的文采 同时更能感受 他对中国佛教的那份期许 用饭后 匆匆地告辞 相约下午 在雨花经社 由我做东 回请大家 回到雨花经社 母亲问我 你一早到哪里去了 我说 去和北京的普老会面 母亲也知道普老 听了之后 笑着竖起大拇指说 那是个伟大的人 你要好好谢谢他 正当母亲 和我叙述 历朝三皇五帝的 陈年旧事 时间尚未五点 朱大法师和普老夫妇 已经法嫁光临 匆忙中 将大家迎入客厅就坐 又在天南地北 从头话说佛教 晚餐 由侄儿春妇掌除 消失孤督道 习间 大家对每一道菜 都赞不绝口 甚至还说 胜过龙华寺的素斋 看到在座的龙华寺 住持 名养法师 何王永平 我赶快说 春妇出生于龙华 他的素斋 也是在龙华学习的 说起来 他还是龙华的人呢 今晚的菜肴虽佳 我看普老夫妇 最喜欢吃的 还是我从台湾 带去的豆腐乳 扬州行 天亮了 星星和月儿 都融进了诚意之中 用过早点 我们踏上了 江都探青 和海安寄族的旅途 在大地回春 百花齐放的 仲春江南 一路上 绿水盈盈 杨柳清新 万紫千红 清风拂面 遍地金黄色的 菜花园里 一席看到 灰汗如蚁的农夫 正在心情地更正 环顾四周 只见妇女涛衣 垂烟鸟鸟 船只点点 燕子泥南 真是青山如画 白云如湿 好一片美好的 江南风光 车行约一小时 路过扬州 放眼望去 到处都是脚踏车 扬州人的身材 走路姿态都很美 或许和他们 骑脚踏车有关 在台湾 是汽车塞车 在扬州 却是脚踏车塞车 扬州是座古城 在世界各地 或许有人 没听说过南京 却没有人 未听过扬州 扬州至今 已有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 远在大雨治水的商朝 当时扬州 就是九州岛之一 从隋扬帝 开座运阁开始 扬州又成了 南北经济文化的要道 我是扬州人 知道住过扬州的 历史名人有 吴王夫差 董仲书 谢安 沈曰 杨广 王世聪 李白 孟浩然 刘雨昕 白居易 杜牧 范仲淹 苏东坡 韩世忠 岳飞等 静人有朱自清 王柏林 陈果夫 洪兰有 是这些文人雅士 为扬州抹上了 美丽的神采 由于扬州 位于长江耀口 明媚的风光 和宜然的景色 吸引了历代不少文人莫克 来此引勇赴诗 乾隆皇帝 更有六次游江南的记录 在李白 送孟浩然去广陵时 也写道 故人西辞黄鹤楼 烟花三月 下扬州 孤帆援影 碧山静 为见长江 天际流 扬州秀丽的景色 可见一斑 到了江都老家 看到房子 焕然一新 因为上次 回家时 我曾暗示 要国民地 交棒给侄儿春来 这就是春来的杰作 想到焦棒 就想到中国佛教的焦棒 上一代 不仅不肯将棒子 交给下一代 并且还给下一代 当头一棒 如此的佛教 怎么会有前途 三弟的儿子 李春来 已经接棒 希望这不光是 硬体设备上的更新 而在文化水准上 亦能有所提升 午餐 他们特意 别具风味的家乡菜 寄菜汤圆 招待我们 本来两个就够了 我应一时担心 吃了三个 下午 乘车前往海岸 沿途细雨萌萌 飞沙走时 在这恶劣的环境中 却有许多男女老少 一手一除 不分彼此的 在合力开拓道路 他们让我想起 蚂蚁熊宾的刻苦精神 这就是生活及工作 工作及生活的耐劳品格 大陆的水乡泽国 乃至四通八达的运河 可以说全部 是这群蚂蚁熊宾的 辉煌成果 抵达海岸 直接步行 至家师的灵塔 追灵四季拜 在上香诵经时 前来沾扬的乡民 约有五六百人 我除了感谢大家的关怀 还告诉他们 这里面是一位伟大的人物 他就是我的师父 志开上人 记得月姬法师曾经说过 家师是与药师佛同生 与民国同寿 屈指一算 也有八十四岁了 感谢收听 有声书香单元 每周六下午两点 同一时段 与您相约 聆听书中佛园 听众可使用资讯栏中的优惠码 至佛观文化官网 www.fgp.com.my 购买实体书 读作一个人 读名一点理 读物一些缘 读懂一颗心 请愿 聚 crucial